Pandara 待會呢 也請Pandara 也不想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次擔任Pandara的 年度品牌大使 自己對於自己的身份 會有什麼樣的期待 以及對於Pandara 我們在每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以及紀念一段非常重要的關係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選擇 好 來 最右邊 好 在最中間 來 視線中間 最中間的地方 好 來 右手邊 好 來 麻煩最左邊幫我們看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交每個磨磨交給Pandara的品牌大使 Hibi 田復真 也請田復真 跟現場的Gabby朋友們先打個招呼好嗎 嗨 大家午安 我是田復真 是 我覺得 就像我們剛剛一開始強調的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Pandara 跟我們以前認識的Pandara 真的是有完全耳目一新的感覺 對 今天大家看到就是有不同的系列 然後非常的Colorful 就讓我想到我自己發的新專輯日常 其實封面也是亮黃色的 然後海報是螢光橘的 其實就是不毛而合耶 對 而且就是帶給大家 就是我們這次要強調的DU Pandora的那種感覺 要讓所有的這個朋友們 大家在追求自己心裡的聲音的時候 是勇敢表現的 對嗎 沒錯 我覺得DU這個主題呢 其實又不小心跟我的日常專輯 又再度的不毛而合 你確定是不毛而合 還是這些都是陳總設計的 我覺得是他們Follow著我的專輯 Follow著你的專輯 Follow著你的專輯跟腳步 對 果然是有看過演唱會 知道整個概念 然後跟我很貼近我的中心思想跟生活的想法 是 所以因為我自己覺得人生無常 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也有很多很無奈的事情 好 現在又在開示了哈 人生無常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們要珍惜每一個日常 所以我覺得 就是怎麼珍惜每一個日常 就是你珍惜每一個片刻 每一個片刻即使永恆 所以你珍惜每一個當下 就是敢敢做 想到什麼 有熱情 有信念 就是DU 真的喔 我們要謝謝Hebe的分享 他剛剛開示的幾個大重點 完全就符合我們今天的四個DU 帶給大家的主題 就像你剛剛說的 要珍惜當下 而且珍惜是日常 因為日常大家會覺得 一天可能像流水照一樣就過了 但是如果可以DU BLOOM 讓自己的小小的驚喜能夠綻放 這件事情是很美很棒的事 對 而且在做的過程當中 也不是 就是像一頭 勞碌的牛 就是拼命的有什麼就做什麼 要Follow your heart 真的 好會說你現在 真的好可怕 而且講牛也就算了 對啊 對啊 真的 牛這樣講牛就算了 前面還有很多的形容詞 講得很棒喔 而且我覺得還有像是 Do celebrate 其實 大家都覺得好像沒什麼的一天 它其實有很多值得慶祝的時刻耶 對不對 我覺得這對你來說 你是不是也是 在生活當中 也會帶給朋友 或朋友帶給你很多驚喜 跟享受驚喜的呢 對 我覺得 比方 小小的一個是自己對自己的小慶祝 日常的小細節 比方 平常我都遲到15分鐘 今天只遲到5分鐘 哇 那我就買一顆Celebrate我自己 然後怎麼樣 然後被 就等你的人說 那我要買一顆給我自己 因為我今天沒有等Hibbi這麼久 對 少等了 沒有啦 我這個是一個錯誤的 就是玩笑話 就是我愛說笑 但是我覺得 真的就是 我覺得潘朵拉給我的感覺 第一次走進店頭 你看一顆又一顆 很漂亮的珠珠之外 它裡面除了有 它很棒的美術設計之外 你可以看到 它每一顆珠珠 都是有故事的 是 所以就是在這個珠珠裡面 你可以自己串成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故事的 潘朵拉鏈子 對 所以呢 其實也代表每一個人的人生 跟每一個人自己 每一個女孩子 都是獨一無二 對 而且我覺得最棒的是 如果不認識你的人 其實可以透過你手上 Pandora的珠寶 認識你 欸為什麼你會有一個 這個花朵 為什麼會有一個 這個東西 其實都紀念著 我覺得這個東西 有一點像女孩子 給自己的一個勳章 或者是一個冠冕 對 就比方我立下的一個心願 我希望我可以達到一個什麼理想 我對於內心的熱情 我希望做一件什麼事情 我真的做到了 我就可以買一個 像勳章一樣 給自己放在上面 然後平常提醒自己 喔 我可以做到這個 所以我下一次的目標 其實我也有可能 再拿到另外一個目標 對 就一次又一次的 給自己鼓勵 然後給自己紀念 欸這次真的是 我有一個朋友真的是這樣做欸 他每做一件事情 他就會買一個Pandora的這個珠寶 掛在自己的手鍊上 然後當他擠滿一整圈的時候 他就再去買一個新的鍊子 對 我說哇你真的是Pandora的大 超級大愛好之后 對 而且我覺得還有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標語是Dubo 就要大家很勇敢很骨絕的表達內心的想法 而且我們剛剛也聊了 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是並不代表任性喔 對 並不代表說我就是一根腸子通到底 我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而是要用一個很正常的方式 對 不膽怯不怯懦地表達自己 對 那你也是勇敢表達自己心聲的人嗎 對我覺得就是像剛剛提到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但是我覺得在建立什麼狀況之下就是 就是良善的利益之下 然後去做追求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今天陳總可能有很多的Hebe的名言要抄喔 他剛剛講了好多個 然後就都是一句一句一句要抄起來喔 好的 我們的最後一個Do呢是Do Dream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 我們從小到那一天有很多的夢想 覺得我幾歲幾歲我要幹嘛幹嘛 我現在現在要幹嘛幹嘛 可是有時候回頭檢視 我都到了這個年紀 我好像什麼都沒有做到 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 為自己立下目標跟實現目標那個過程 如果是快樂也是最重要的對吧 對 因為在做的過程當中就會有學習有檢討 我覺得就會不斷地見識 人生就是一連串的學習 沒錯那對於Hebe來說 像是這個Pandora 我們有那麼多不同的系列 你自己有沒有特別忠號哪個系列呢 我之前自己喜歡的是K精系列的 因為我覺得K精有女人的溫柔 但是又代表了一種堅毅 但這一次呢我拍了這個品牌的這個 形象 形象 對 形象書 然後我帶了一系列玫瑰精系列的 我覺得真的太美了 很適合東方女生的膚色 很襯膚色 很襯膚色 然後裡面有一些 水晶鑽的東西 小小的發亮 然後戴在身上 真的很顯白 就是不只是外觀上的美 然後帶給你這種溫柔的感性 外景很漂亮 對 那其實還有就是 對於大家來說 珠寶的這個穿搭也是很重要的 你有沒有什麼評說給大家一些建議啊 我們有那麼多不同的系列 在這個穿搭上的小技巧有沒有 我自己覺得穿搭 其實是比較簡單大方的 比方我穿一個白T恤 我就可以配一個項鍊在這邊 就會很有重點 或者是 比較靈子 比較深的 那你在胸膛一片空白 然後你就可以配一個項鍊 或者是穿這種無袖的 就可以有一點手環 對 對做一點搭配 我覺得在這個細節上 讓大家可以看到Pandora的用心 而且更能夠彰顯 就是這一位穿搭者 對於自己的很多 在細節上的設計 這個真的很重要 所以也要謝謝這次的 Hibi天賦珍 是這個Pandora的 這個年度的品牌大使 透過他們的分享 更能夠讓大家感受到 Do這件事情 就是去做就對了 如果一直說一直說 就是一直在原地不動的感覺 對不對 那在今天呢 也非常開心 我們要邀請到 這個Pandora的品牌總監 黃庭燦 黃總監 要請這個Daniella 為我們要特別 今天來揭曉 要跟所有的朋友們分享 Hibi天賦珍 是我們的年度品牌大使 邀請 大家好 開燥請 好的 黃總監 手上還拿了一個小禮物 對不對 這個禮物呢 是要送給Hibi 在下個禮拜的提前的生日禮物 好可愛 謝謝 謝謝 好美 有 這個Daniella特別說 裡面有你喜歡的玫瑰金 我們來跟大家 對 介紹一下 除了有這個 Hibi非常喜歡的玫瑰金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前面的這個 我們再近距離的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邊有象徵的就是 因為Pandora每一個珠寶都有很重要的含義 這個還會代表的是 對 這是Family Tree 代表著家人的意思 因為知道 Hibi非常重視家人 那我們其中呢 還有就是 呃 象徵的 因為環遊世界也是每個人的超級夢想 對 我自己也是喜歡旅行的人 是 你覺得 好像Pandora真的很了解我 非常 就是為你量身定做跟選擇的 好開心喔 而且 Pandora跟Hibi還有不一樣的緣分 你知道 黃總監的英文名字是 Daniella 對 她的後面是Ella 是不是 很巧的一件事 就是 帶你來啦 Ella 我開玩笑的喔 這不是 好 那我們邀請這個Hibi的黃總監 我們一起拍一個合照 好 來麥克風幫你拿一下 好 每一個生活當中 看似很平常的日常 其實都可以充滿驚喜 就看大家如何調適 跟調解自己的心情跟情緒 好來 麻煩兩位正前方 再幫你看一下 好 來這中間 好來麻煩兩位的右手邊 來右手邊幫我們看一下 謝謝 好來左手邊再幫我們看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好 今天Daniella稍等一下 我們請工作人員幫我們收一下生日禮物喔 因為接下來呢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品牌的精神的這個概念的儀式 好來 震動念再一次 好 好小點一下下 小點一下下 好中間再一張 好謝謝 來請工作人員幫我們把這個 Hibi的禮物要先收好喔 因為上面有她喜歡的玫瑰金 好 來請 Daniella跟Hibi 我們一起來開個合照 好 這次也是我們這次非常重要的 2017 Pandora要帶給大家的品牌精神 Do Pandora 希望大家都可以 Do Be True To You 都能夠非常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心靈的聲音 就想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生命的意義去完成自己的夢想 好 兩位的正中間再幫我們拍一下 謝謝 Elizabet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